真是没想到 在这个滑滑梯 还有一个时光隧道 幸好只有我知道 以后回光之国就轻松多了 起码不用走路回去 真是太无聊了 竟然没有找到一个 相信光正义勇敢和坚强的女生 来和我一起玩这个滑滑梯的 看来这个装有时光隧道的滑滑梯 只适合得这么大的奥特曼玩 我还是回去光之国 带小奥特曼们一起来玩这个普普通通的滑了 这天你们不喜欢的赛罗哥哥 刚来到地球 屁股都没做热 就被一个不相信光 正义勇敢和坚强的小女生 拿赛罗哥哥的头标敲他的头 赛罗哥哥的头标也被这个小女生拿走了 小女生还说 把赛罗哥哥的头标 通通的分给更多不相信光正义勇敢和坚强的小伙伴们 看来赛罗哥哥 我真的已经没有小伙伴们喜欢了 拜拜 你们的赛罗哥哥已经问我咋打了